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有元神在走下坡 以米哈游前策划爆料 吸引女性玩家是大方针 众所周知 元神是近几年来最成功的二次元手游 游戏出了几年 至今也没有超越元神的同类型游戏 元神正在走下坡路 以米哈游前策划在T8爆料 一度登上乐意榜 近几月以来 我看到不少网友吐槽 元神官方热度一个版本不如一个版本 看起来再走下坡路了 面对这样的消息 不同玩家的观点各不相同 第一类玩家认为 元神官方PV 发布的早的沉淀时间也长 播放量高这很正常 并不意味着新的PV热度不如旧的 如果把新的PV沉淀同样久的时间 显示的播放量未必不如旧的 第二类玩家觉得 元神热度下滑 是因为米哈游出了新的作品 米哈游自己把自己的玩家转移到了新帖里 虽说有不少玩家同时玩多个游戏 但新游戏的出现势必导致元神热度的下滑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无需为米哈游担心 第三类玩家表示 元神游戏固然不错 但单机玩法终究不是长远之道 如今已经火了几年时间了 大多数游戏热度也该下滑了 我觉得吧 以上三类玩家的观点都有道理 但我最倾向于第三类观点 元神的游戏模式能火了如此之久 已经超越大部分专业人士的预料了 只能说米哈游的却强悍 可即便米哈游再强 除非颠覆性优化元神探索机制和玩法 否则不可能阻挡游戏热度逐渐下滑的必然趋势 近日 一个高度于是米哈游前策划的人 在贴吧语人爆料了元神的相关事态 证明了元神正在走下坡路的事实 乐意简介 认识了一位从米哈游跳槽的老铁 即管乐意简介和所有玩家都认为 这位爆料者是米哈游前官方策划 而且登上了乐意榜单 可我暂时没有找到相关米哈游官方证明 因此才用高度于是来标注 元神吸引女性玩家是大方针 爆料者如是说 元神玩家准备欢迎大量女玩家的到来 元神近期男角色居多 细心的玩家发现 近期版本 作为二次元男性向游戏的元神 竟然出了一大堆男角色 尽管这些角色的质量很高 但依旧激发了玩家们的愤慨 毕竟元神又不是一女类游戏 面对这一状况 这位被公认为米哈游前策划者表示 吸引女性玩家是大方针 先有了这样的方针 然后才是元神出了出了一大堆男角色的制作方向 元神的体量已经达到了二游的极限 顺急必衰 外服收入再减少 为了令游戏保持活力 米哈游定下了吸引女性玩家的方针 如果没有女性玩家的加入 元神走下坡路不可避免 至于元神近期版本被频繁爆料的XM问题 这位前策划表示 XM的却不少 但人生制作游戏内容的是大多数 玩家们应当欢迎女玩家们的到来 没准还能在元神里谈恋爱呢 回归个人观点 我从不担心元神所谓的XM问题 我的观点和这位策划一致 元神体量已经在主流二次元领域达到巅峰了 为了元神能拥有更多收入 米哈游就应当出更多男角色 吸引更多女玩家的到来 如果米哈游不这样做 元神的游戏流水 一段时间后就可能达不到二游第一了 游戏质量也可能呈现下滑趋势 更何况 米哈游制作了如此优秀的游戏风景 在元神里看看风景就好了 没必要非得追求女角色 截至目前 元神已经有40多个五星角色登场了 其中有一些角色实在溃对五星之名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强力且至今能看不到退休迹象的角色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元神中那些依然未来可惜的角色 纳维莱特就是他 生命模型极一毕业 操作简单 只需毕业按A键 穿透伤害可无是大盾 完美机制加上输出爆炸 善通深渊时能一人牵制三条狗 只要按住左键 然后就啊啊啊 目前 纳维莱特几乎没有什么弱势之处 深渊对他来说完全就是小儿科 按住左键鼠标转圈就能轻松通关 仆人 从目前大众对仆人的伤害来看 数值极为惊人 在深渊中基本能打出十几万的伤害 就算是零命仆人用捡来的剩余物 一刀下去也能有个三五万打底 龙完全全的数值怪物 虽然比不上水龙王那样有着恐怖机制和伤害 但也绝对不低了 而且只要稍微投入一些资源抽到零命加仪 提升就会非常大 两命仆人更是能玩到游戏官服都没问题 作为真正化时代的数值主C 绝对值得各位旅行者投入相应的原石 钟离 他仍在战场 他仍在套盾 自钟离改版以来 他的人气和强度一直处于第一梯队 如今依然在队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钟离的盾就是最大的安全感 即使现在各种流血狗 血气狗等的新怪物不断出现 老爷子开启一技能后也能轻松站撸 可以说 有钟离和没有钟离的玩家 游戏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 而且这种由单个角色带来的游戏体验又化是独一无二的 福宁娜 准确来说是高命的福宁娜 福福的每个命座都代表着一种新的机制 两命加快七分值叠加 四命提高充能 让大招不再卡顿 甚至六命可以直接抛弃原本配队中必须的奶妈 福福自己就能奶 可以说福福的每一个命座都解决了他的一个痛点 而六命更是直接封神成为完全体 一个人就是一套逻辑自下的阵容 能提供全队增伤 全队回血 战场输出 后台输出等功能 一个人把主C 负C 辅助 奶妈的职能全部包揽了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